我提到,如果你筛选的时候 里面明明有中国,但是一筛选就找不到 我如果打繁体的 它要找简体就找不到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这里的话,你特别注意 你Enter,找不到 为什么?因为繁体跟简体要把它复原 繁体跟简体会视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特别注意,请你把你要转换的A12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接下来做什么?很简单 不过这个功能可能要是比较新的版本才有 好像我记得应该是2010好像还没有 好像2013之后的话才有这个功能 以前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呢? 以前可能会把这些资料先贴到Word Word里面有这个功能 然后再把Word转换之后的结果再贴回来 倒也是可以的,不过还是挺麻烦的 最好是说它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怎么转? 特别注意,第一个先把范围选起来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找到教育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简体 转换成繁体的功能 但是特别注意,这个功能仅限于在台湾这个版本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争议题 有些像之前有同学是装什么英文版 英文版里面当然就没有这个功能 把它转换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它会跳出说 您还没有储存这份活跃布 它说你如果转换之后就没办法复原了 是不是要继续转换? 当然我们就选择,把它全部变成繁体的 OK,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是不是都变成繁体的 看起来好像已经是符合我们要的 因为里面好像看不到简体字 还蛮方便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从大陆地区拿到一些资料的话 你如果要转换的话,马上可以转换成功 这个功能档还蛮好的 但相对的,如果将来你要转换成简体的话 它这边有个叫什么? 反转简,简转反,两边都可以互转 所以也许你可以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简体版,一个是繁体版 你找也是OK的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刚刚我找中国这两个字 找不到,现在试一下 筛选题名 我打中国 OK,刚刚是找不到 现在的话找不找不到,按确定 找到了,有没有 四个资料 就是刚刚的简体这四个 所以其实这功能还蛮好的 否则的话,以前 假如说要做出这样的查询系统 还真的很麻烦 尤其将来你们 假如说要写论文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先查一些大量的那种数目 数目的结构都大概长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或许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完成 所以第一步 请各位先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转换成为什么 把它复原一下 记得有没有放这边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先选取之后 然后再做教育里面的减转反 如果你要一个简体版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按Ctrl 键 它会有第二个 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减 简体 如果你要反减都可以的话 有没有 那你可以把这边减 减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反转减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就把里面的所有资料 变成简体的 所以以后你要搜寻简体版的 也有 你会发现里面全部的资料 都变成简体版 有没有 那你就是针对简体环境 你可以做查询 这边的话就一个版本 就是凡体版 所以你看 这可以很多元的让一般的使用者做查询 另外的话 查询的这个功能 上个礼拜有讲过 其实层次不多 大概就是只有 等于是把什么呢 刚刚的这个筛选提名的部分 复制过来改 改哪些地方呢 特别注意 一在上面加一个input box 这个所谓input box是什么 请输入关键字吧 OK 然后我们比如说输入一个中国两个字 那你就把这中国两个字 输入到这里 再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里 OK 这个上个礼拜好像我们特别有讲到 所以特别说我再把这个 这个地方再操作一遍 一把这个复制过来 二的话做什么呢 多一个x 那特别是名称把它改一下 不要 那名称的话呢就一个x x 等于什么呢 input box 钱瓜糊 然后跟他讲说 请输入关键字 那输入完之后 上来的话呢 不用偶尔 一个条件就好 所以把豆点偶尔 跟第二个条件删掉 然后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x 放到network里面 特别注意哦 放个方法 记得要先把两个双以后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x就可以了 然后把end前后把它空白 这个有点像之前我们在教VBA里面 放个i的那个概念是一样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子串切开来 然后把这个x放到这个子串里面 串接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大功告示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总共有三个按钮部分 先练习过 那另外当然 我们如果假设 想要换 假设比如说我今天我不想要找题名 我想要找作者的话 要怎么做 或者我要想要找出版社的话 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